随着交通和网络不断进步 讯息资源快速传播 许多中小企业面临全球化市场挑战 为了让企业提升竞争力 在迅速转变的国际市场中生存 2017年4月8号 凯三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廷 带领台湾企业前往香港 全球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帮助初创团队跟企业走向国际化 凯三资本董事长陈彦廷表示 金融资本市场是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台湾中小企业加入股权交易中心之后 能够吸收更多资金注入 创造企业扩大营运版图的机会 我觉得全球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 因为透过他们这一次更是合法合规 那香港的证监会也是受到严格的管控 那所以让更多的企业 越越欲试想要进入我们这个卷股胶的资本市场里面 那我们台湾企业也非常的争气 像这一次我们挂了两间的卷股胶 那剩下我们至少还有三间企业正在排队 所以说我看到台湾企业非常的也开始跟上了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次有两家企业前来香港挂牌 分别是新锐国际餐营股份有限公司 跟配川儿创新研发有限公司 在企业参加完挂牌敲钟仪式之后 新锐国际创办人郭永茂表示 很高兴能到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认识两岸三地的投资人 有机会获得更多金融帮助 让团队顺利走向下一个发展阶段 我们成功在全球中小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之后 我的期望是我们可以让两岸三地更多的企业 还有创投看到我们的品牌 一开始的一间店一直到成长到第一百间店 从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成长到第十个品牌 那我们期待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成为台湾餐饮业的领跑者 全球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 固定每个月八号举办挂牌敲钟仪式 现场也会有来自两岸三地的电视媒体 进行拍摄采访 佩川儿创新研发公司执行长赵淑华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挂牌仪式 让大家看到来自台湾的优良企业 把良善的企业理念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希望就是走出台湾 能够去创造一个华人的品牌 因为创造了华人的品牌 甚至我们能够就是借着这个挂牌 可以把我们的视野跟我们的市场 带到华人以及甚至全世界 现在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代 很多人都积极想跟大陆企业合作 所以到香港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成为亚洲中小企业的新选择 凯三资本董事长陈彦廷说 目前有越来越多台湾企业 愿意跳脱旧的经营方式 走向金融资本市场 未来凯三资本也会持续努力 协助中小企业永续发展 达成让更多人财富自由的目标 记者陈文旭 郭佳生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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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